有另外的朋友問說,網路上的資訊無限爆炸,但是演算法總是讓人難以有意識地去尋找新的資訊來源,劃出同文字。請問通報員是不是有特別推薦閱讀的資訊來源? 其實對我來講,我對演算法其實是有一個專門的做法,這可能已經很多人看過了,叫做Facebook Feed Eradicator。 那什麼是Eradicator呢?就是把它整個拿掉,那整個拿掉就是完全消除掉。 所以我看Facebook的時候,長得都是這個樣子,就是中間的那堵牆是完全不存在的,它只會變成一個綿綿簡矩,像這個,If you obey all the rules, you miss all the fun,這個真的蠻不錯的。 所以這個的特色就是說,在這一整套跟我們,我很想講共生,但是其實不是寄生在我們身上的這個演算法,因為對我們有好處,只有對他有好處。 寄生在我們身上這個演算法,我不會給他他所需要的那些input,他沒有辦法去掌控說,我到底是喜歡什麼什麼東西會按讚,什麼東西會讓我在頁面上面停留比較久等等,完全都掌控不到。 為什麼,因為我什麼都沒有看到,然後我在,就是所謂沒有盲腔,就沒有盲腔眼喔。 你不要去問給Twitter也好,Facebook也好,這些演算法,任何東西他就不太可能去預算你的偏好。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我到底用Facebook或Twitter做什麼呢? 其實我就是把它當作像MiniM家的部落的平台在用嘛,我如果有什麼要分享,我就po,我就分享。 如果今天想到我要看誰的文章,那我就去看他的文章。 那我如果是想要說,因為我想要看到今天提到訪問的有什麼,或者是我現在正在做某一項政策,我想要知道,提到這項政策的要哪些。 我就用一個主題標籤啊,hashtag啊,或者是我就做一個全文檢索啊等等,那我一下子就可以突破同文層,因為一開始就沒有同文層可言。 那我看到就是所有正在關心這件事情的人,而且如果我有具體的能夠貢獻的地方的話,那我就會在底下去回應喔。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跨出同文層對我是非常容易的,因為我一開始就把同文層拿掉了。 那所以如果你也就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好像混在同文層的這個問題的話,呈誠的推薦喔。 Facebook Feed Eradicator,那現在好像已經不只Facebook,剛剛看起來Twitter啊等等,它都這個可以支援喔,真的可以稍微就是安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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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